在國際上重頭戲 就是美國總統拜登 將以東道主的身分 在舊金沙IPEC峰會上 迎接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的到訪 拜習會再度上演 預料這一次的一個重點之一 就是拜習將會宣布 恢復美中軍事的溝通管道 美中軍事溝通管道 什麼時候斷掉的 就在去年8月 當時的美國眾議院議長 培洛西訪台之後 北京就悍然切斷了 多條與美國溝通管道 其中之一就包含了 軍事熱線的部分 這影響當然很大了 因為其實過去這段時間 包含在南海這一邊 有一些中國解放軍的 針監還有挑釁行動 險些擦槍走火 所以軍事溝通熱線 當然很重要 為何認為這一次有機會通過 就是因為王毅 在上個月訪問美國 要來為拜習會鋪路的時候 其實就有特別提到 很有可能會恢復 美中的軍事溝通 所以也認為這一次拜習會的 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把這個斷鏈的 軍事溝通管道給接起來 不過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大家也很好奇 就是拜習會後 其實習近平會出席 一場軍事活動 一場晚宴 那麼這場晚宴 其實大家就在討論了 要和習近平同桌吃飯 要多少錢 這場商界的晚宴 光門票價格 其實就要2000美元 換算台幣是65000元 而如果要包下一整桌 8個座位 等於是只有你和習近平 一起坐在這大圓桌上吃飯的話 要價是要4萬美元 換算台幣是130萬 真的是不便宜 不過同一時間 我們也要看到了軍事上頭 其實美國目前在夏威夷 有一場相關的軍事演練 這一場軍演主要 其實就是要強化所謂的 地面機動部隊 要來強化未來美軍 新的印太戰略部分 重點未來美軍將會在 中國的外海島嶼上部署 像這樣的小型地面部隊 透過所謂過去用航艦隊 航艦的方式 現在用機動部隊 當然相對整個戰術上面 會是更加靈活的 好 我們就透過字卡 帶大家看看 其實現在整個印太戰略 也是受到相當大的關注 為什麼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擔心 美國忙著打俄烏 還有以色列跟哈馬斯的戰爭 會不會難以兼顧印太呢 日本還有澳洲 這個就是所謂美國的盟友 他們就擔心說 從東亞轉移到了歐洲 中東 印太會不會被忘記 因為美國現在是 倍多利分的狀態 軍武都溢住到了俄烏 還有尾巴 那麼的情況 就是會延遲印太國家 原先要援助的軍武交貨 另外歐洲 中東戰爭 只要越快落幕 就有機會重返印太 嚇阻中國 這是很多美國盟友 特别是印太當地盟友的心聲 而下一張圖卡 我們要跟大家看到的 其實是英國金融時報的分析 他就特別提到了 其實要受到經濟衝突影響 尾巴衝突可能不是撕裂經濟的關鍵 關鍵可能會是在萬一 拜登連任失敗之後 川普當選的話 很有可能會刺激中共 放膽侵略台灣 關鍵就是川普 還有台海衝突的部分 很有可能會是衝擊全球經濟的 兩大關鍵要素 那麼所以現在大家也都在說了 為什麼尾巴衝突 沒有不會影響經濟呢 因為其實尾巴衝突 沒有快速升級 所以也沒有引動背後 美中的連鎖效應 也沒有引發所謂的全球南方 跟西方國家的一個 這個對峙效應 都沒有產生 所以才會專家分析說 尾巴衝突實際上 對經濟的影響層面 並沒有如預期來的嚴重 以上就是這裡的 國際推播話題 直接交換給我